大家好,这里是罗伟俊 我是一名B站的up主 以前主要是在B站上更新一些和柯南主线相关的分析视频 偶尔也会更新一些关于时事或者是生物医学的话题 大家如果看过我上一期做的关于诺贝尔医学奖的科普视频的话 就会知道我的专业是生物医学 我平常工作的时候经常会读很多生物医学方面的文献 包括一些最新的研究进展 所以我就想开一个直播频道 把我平常读到的一些有意思的文献 还有比较有用的文献 通过直播分享给大家 我会放在直播上分享的学术文献 主要是会从大家的书能像的一些顶级期刊上挑选 比如说Science Nature或者像Nature Genetics 还有其他Science Nature杂志下的子刊 大家知道这些学术期刊上的文章 它的专业性非常非常强 基本上是只有大学读生物学或者是生物医学的研究生才会去读这些专业内容 但是我在直播中会尽量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些专业知识讲出来 讲明白 然后能够让更多的人学到一些知识 就比如说把基础生物学实验 遗传学的知识或者生物统计学的内容 讲给临床大夫们听或者是把大型的流行病学的研究 还有病例汇报等内容讲给那些做基础研究的生物研究生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 它的研究课题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我今天要介绍的两篇研究 一篇是关于甜瓜的遗传研究 一篇是关于西瓜的遗传研究 那么这些内容可能就是 不光是学生物医学的人会感兴趣 普通听众可能也会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介绍这些研究时 我就会尽量避免用那些专业词汇 希望能够让没有生物医学背景的听众 也能够听懂其中大部分的内容 然后以后我在上传这些直播视频的时候 会加一些标签 比如说我如果加一个学术标签 就意味着这一天分享的内容会非常的专业 是面向有生物医学背景的专业人士做的 如果加一个科普的标签 那就是说今天的内容会比较通俗易懂一些 并不需要你有专业的生物知识 也可以听懂其中的大部分内容 然后我今天就是要介绍一下 最新一期Nature Genetics杂志上的研究 大家可能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已经不是最新一期了 因为它的12月份的星期刊 应该马上就要出来了 Nature Genetics11月份发表的文章 主要分成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遗传脑影像学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它的这个封面研究 从图像来看是一个人的大脑 他这份杂志发表了两篇 关于遗传脑影像学的Givas研究 这两篇文章的专业性非常的强 我今天不会介绍它们 可能会放在以后的直播内容里头 然后这一期杂志还发表了另外两篇Givas 是关于心脑血管疾病的 一篇是关于静脉血栓的研究 另外是一篇关于动脉中央硬化的研究 然后这一期期刊的第三部分内容 就是关于甜瓜和西瓜的研究 它一共也是发表了两篇学术研究 但除了这两篇研究之外 它还发表了一篇社论 叫做甜度测序 还发表了一篇观点文章 讲述甜瓜和西瓜基因组里面 能够影响甜度的那些基因 那好 就让我们来正式介绍一下这篇文章 首先介绍的是这篇关于甜瓜的文章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幻灯片上面 上面是这篇文章的题目 底下是研究作者 然后大家看一眼这些名字就知道 这项研究主要是 主要是由中国的科学家完成的一篇渔船研究 责任作者是叫做黄三文教授 我在网上检索了一下黄三文教授的背景 大家随便去百度或者Google一下 也能够看到很多关于他的研究报道 或者是新闻报道 他主要做的就是农作物的遗传学 他做过黄瓜的遗传研究 还有马铃薯 甜瓜 西瓜等等农作物的遗传学研究 他以前发表过一篇文章 题目叫做黄瓜基因组和重要的农业性状基因研究 这篇文章不仅他发表在了顶级的学术期刊上 而且还获得了今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大家可能就会问了 这些研究为什么能够发的这么好 而且能够拿到这么重要的国家奖项 他是因为这些遗传学研究 对于我国的农业经济学有非常大的贡献 比如说黄瓜在我国的种植面积是1500万亩 占整个世界播种面积的50% 所以黄瓜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农作物 而黄三文教授他所研究的就是探索能够影响 黄瓜农业性状的那些基因 农业性状就包含了比如说黄瓜的口感 黄瓜是否有苦味 它的果实的大小 黄瓜的颜色 还有黄瓜它抗虫害的能力 发现这些农业性状的遗传开关之后 就可以帮助农民去指导他们如何培育出来 既高产又能抗虫害 而且口感又非常好的黄瓜品种 创造很大的经济价值 说完他以前的黄瓜研究 我再接着聊一聊 他最近发表的这篇关于甜瓜的研究 他是如何做的 他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了 1100多种甜瓜的种序 这里面就包含100多种 这里介绍了 他包含了1000多种人工种植的甜瓜 还有130多种野生的甜瓜 这些野生的甜瓜就是 在野外或者是在野树林里头找到的甜瓜 然后他对这些所有甜瓜进行重测序 测序的意思就是构建整个甜瓜的基因组 在获得这些野生甜瓜和人工种植的甜瓜的完整基因组信息之后 他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遗传学分析 比如说他做的第一个分析就是构建了甜瓜的进化树 以及甜瓜的驯化历史 驯化这个词是什么含义呢 大家可能不是很明白 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维基百科上关于他的定义 驯化是指一种生物的成长与生殖 逐渐受到另外一种生物利用于掌控的过程 那他这个里头提到的另外一种生物呢 主要就是指我们人类 然后人们驯化动物和植物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把它们作为食物以及衣物的来源 或者作为观赏娱乐用途 比如说驯化牛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食物 驯化了猫和狗作为我们的宠物 驯化了小麦大米还有各种水果等等农作物 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食物来源 人们最早在一万五千年前就开始驯化狗 在一万年前开始驯化绵羊山羊等动物 而在人类的驯化过程中呢 就改变了这些个动物或者植物的形状 它使得那些对人类有用的形状 人为筛选保留了下来 而那些对人类没有用的形状 就通过人工选择把它们剃除掉了 那比如说我们来看看这里的六种不同的田瓜 在全世界范围内呢 人工养殖的田瓜主要可以分成三大类 一种呢是右下角这种绿色的圆形的田瓜 而一种呢是左下角那种绿色的长条形田瓜 还有中间这种黄色的椭圆形田瓜 下面三种田瓜呢是人工养殖的田瓜品种 而上面的三种田瓜呢就是与之相对应的野生型的田瓜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上千年的顺化过程中 光是外形田瓜就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就拿右上角的这个田瓜举例子 呃我们看右上角这个野生型田瓜 它的个头非常非常的小 颜色很难看 而且把它切开之后呢 可以看到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种子 而可食用的果肉部分非常的少 但是右下角的人工养殖出来的田瓜就非常不一样 它不仅个头变大了 而且打开之后它里面的可食用的果肉 也要比野生型的田瓜多很多 通过比对这一千多种田瓜的遗传信息 科学家们首先 首先确定了这三种田瓜的 呃这三种田瓜分别起源于印度和非种 其中有两种是来自印度 另外一种呢是起源自非种 他们发现的第二个有意思的事情呢 是田瓜的驯化过程 人为的驯化过程是各自独立的 比如说他们都在驯化过程中丧失了苦味 而获得了甜味 让它们更好吃 但是这个苦味丧失的途径 在上千年的驯化历史中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驯化过程中 有95%的黄色品种的田瓜丧失了苦味 而绿色的田瓜只有75%的品种丧失了苦味 一种田瓜的苦味的丧失 是由于田瓜11号染色体上的基因改变造成的 而另外一种田瓜的丧失苦味丧失 是由于九号染色体上的另外一个基因造成的 就是说在田瓜在种植田瓜的历史中 人们不断挑选出大家都喜欢吃的甜度比较高的田瓜 也就是筛选掉了那些没有苦味 也就是把那些带有苦味的田瓜筛选掉了 但是有意思的事情是这些不同种系的田瓜 它通过不同的遗传途径得到了相似的表情结果 也就是所谓的条条大陆通罗马 他们这篇文章的另外一个主要发现就是 探索那些可以决定田瓜农业性状的基因 我们知道在超市买的田瓜有各种不同的类型 有些是纯色的 有些在表皮上有缝合纹 像他们这里就介绍了 他们发现田瓜基因组里头位于11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基因 可以决定田瓜的外皮是否带有缝合纹 下面这张图就表示田瓜基因组上位于4号染色体 8号染色体和10号染色体的三个不同的遗传位点 能够决定田瓜的果皮颜色是绿色黄色还是白色 我在这里就只是简单的举几个例子 介绍作者在文章中的主要结果 但是这项研究总共发现了 其实发现了200多个可以决定各种不同性状的遗传位点 有的可以影响田瓜抗虫害的能力 有的影响田瓜的果实大小 还有田瓜的甜度等等 这些内容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在他们这篇研究的附加材料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在文章的结论部分 作者提到他们这篇文章的主要贡献就是 发现了田瓜的驯化历史 而且发现在驯化历史中 通过不同的一番途径 可以导致田瓜获得相似的表情 第二个主要贡献就是他们发现了大量的田瓜基因 可以影响重要的农业性状 接下来我们就来快速的介绍一下另一篇文章 也就是西瓜的重塑系研究 因为西瓜和田瓜其实很相似 而且课题组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很多内容和上面田瓜的研究是一样的 在西瓜的这项研究中 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了414种不同的西瓜种序 而这些西瓜又一共可以分成7大类 这张图里展示了其中5大类西瓜 图片右上角的这个红染的西瓜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西瓜 在超市里买到的西瓜大部分都是这种样的 而左边的这种黄染的西瓜 我在超市中也曾经见到过 而下面这三种西瓜就比较少见 它们是白染的西瓜 我从来没有在超市买到它们 在世界范围内 人们种植最多的西瓜种类 其实就是我们最常吃的一种红染的西瓜 它主要是在中国还有美国种植 这项研究一共发现了43个遗传位点 可以影响西瓜的各种农业性状 比如说这里位于2号染色体和10号染色体上的基因 就会影响西瓜的糖分含量 也就是决定西瓜甜不甜 底下这张图介绍 位于2号染色体和4号染色体的基因 可以影响西瓜裹肉的颜色 而位于3号染色体的基因 则能够影响西瓜的形状 这篇西瓜的研究并没有着重去介绍西瓜的熏化历史 但是他在文章正文里头提到了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发现 就是他们发现了西瓜在熏化过程中 有两个性状是协同氧化的 也就是说这两个性状它被绑定在了一起 这两个被绑定在一起的形状是西瓜的甜度和它的果肉的颜色 它是因为西瓜基因组里头有一个基因能够同时控制这两个性状 而这个基因的名字就叫做番茄红素 番茄红素的浓度越高 西瓜的果肉颜色它就越红 同时它的糖分含量也就越高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颜色越深的西瓜它就越好吃 那么今天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两篇文章 今天也是我头一次做这种直播尝试 第一次做感觉和以前做的视频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 就这种脱口秀的方式和那种写好文案照着读出来的视频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第一次做也有肯定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最近会多做多尝试做几期这样的直播 尝试尝试改进一下自己的风格 然后再看看这种直播方式到底是不适合我 可能以后多做了几次之后呢 直播风格呢会变得更好一点 那么就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